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金基欲,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你倒听途说的那些关于金钱的真理,并非全都是真的。 事实上,大多数关于金钱的主流说法都已经被现在这个日趋发达的社会证明是错误的了。 看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你就会比你那些执着于老旧过时的想法的老古董朋友要领先很多,更有智慧。 他们在很久之前听到别人的只言片语,就把那些话进行了充分的内化,使之成为了他们人格的一部分。 如今靠他们自己已经无法意识到这当中的不合理之处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揭开金钱的15个真理的真面目。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记得要点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无伤不坚,无坚不伤。 富人都是与恶魔做了交易的坏人。 这都是很久之前遗留下来的想法了,久到要追溯到奴隶制社会了。 那个时候,只有富人能够拥有自己的奴隶,或者你就是要利用奴隶之力,靠着奴隶的血汗才能成为富人的。 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医生、律师、软件工程师都很富有。 没有福布斯500强那么富有,但也吃喝不愁了。 最常见的能够积累财富的职业就是企业家。 你有了一个想法,然后根据这个想法为人们提供了工作机会,并围绕着这个中心建立起了自己的公司。 如果你的想法能够解决别人愿意花钱解决的问题,那你就能变得富有起来。 人们错误地认为,要致富就要骗别人给你钱,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想法。 市场自会决定谁的想法和对于想法的执行是有价值的。 你要么就要付出金钱来换得别人的辛劳,专业知识和人际网络,让别人来为你建造你想要的房子。 要么你有那个本事也可以自己造,一旦你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了解到当你为别人提供价值的时候就能很容易地积累财富,那你整个的世界观都会发生改变。 另外,你不可能变成你憎恨的样子,如果你憎恨富人,那你就永远都无法积累财富,因为你会被仇恨蒙蔽双眼,而无法去观察和了解实际的情况。 第二,你能靠着存钱致富。 这又是穷人从富人那里获得的一个错误的想法,攒钱致富是需要有适当的背景的。 事实就是,你靠着存钱是不可能致富的,存钱只能够让你在致富之后还一直富下去。 换句话说,存钱只是可以让你保持你目前的财富水平,而无法让你更加富有。 这对于你们很多人来说可能都是当头棒喝。 主流观点认为财富是积累的结果,但是现实其实与这个想法相去甚远。 你不用工作就能赚到钱,这样才能越来越富有。 这只通过攒钱是无法实现的,只有投资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投资会在你不用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情况下为你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你一点一滴投入到小猪存钱罐里的钱,放到银行账户里的钱等等,那些不能算作是投资。 现金其实是一种不断贬值的资产。 也就是说,你把现金放在床垫子底下的时候,它的价值是在不断下降的。 三年前的十万和今天的十万完全是两回事,毕竟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比三年前要贵上很多了。 第三,你拥有的金钱越多,你就越快乐。 现如今,幸福其实是有门槛的,大概就是每年收入十万美元吧。 所以说,当穷人们说金钱能够使他们更幸福,其实确实是这么回事。 因为他们生活中大多数的不开心的主要原因都是金钱的问题。 金钱就能够解决金钱造成的问题,金钱能够提升舒适度,金钱能够消除所有跟金钱相关的压力。 但是真相是,金钱不会真的让你更幸福,它只是能消除你追寻幸福的道路上的一些障碍。 它能够驱赶走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幸福。 等到金钱已经不能够再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你面对的就是一系列截然不同的问题了。 这其实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的金钱的陷阱。 就是当你的收入到达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更多的金钱其实只能让你更加不幸福而已。 你是不是觉得很难以置信? 但这其实就是事实,它基于的是边际效应递减的原理。 假设你面前有一个巧克力聚宝盆,里面能拿出无穷无尽的巧克力。 第一颗巧克力尝起来美味极了,第二颗还是意犹未尽,但比起第一颗就没那么惊艳了。 吃了50颗巧克力之后,你就够够的了,对于巧克力已经没有任何欲望了。 那么,如果你接着吃会怎么样呢? 再吃10颗,你会觉得都要吐了,再吃10颗,你的身体开始有生理性的抗拒了。 再吃10颗,你可能就需要进医院了。 接着不断地吃,早晚会吃死自己的。 虽然你觉得难以置信,但是金钱也是一样的。 始终积极地赚钱,在财务的阶梯上不断爬升所带来的压力其实让人非常难以承受。 你要马不停蹄地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处理那些让你夜不能寐的烦心事。 你越往上爬,你遇到的问题就越是棘手。 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想了,那么最佳的点是哪里呢? 你要什么时候就不那么拼命地赚钱了呢? 说实话,答案因人而异,会根据种族、地理位置、养育方式等等的因素,情况各不相同。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1500万到2500万应该就足够让你和你的家人余生都不用再担心金钱的问题了。 当你的资产超过2500万的时候,金钱就不再会影响到你的幸福指数了。 在你奋力向上爬升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一点。 第四,如果你想要致富的话,你就要有很高的薪水。 现代社会跟我们讲述的最大的谎言就是,要想致富,你就要有一份薪水很高的工作。 这就是一派胡言。 这是因为人们混淆了职业地位和财富。 高级的律师或医生在社会上是很受尊重的。 他们深受很多人的爱戴。 因为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普通人在困难时期都是需要他们提供的专业服务的。 所以,这就人为地夸大了他们看起来的价值,就好像一瓶水在沙漠里的时候会比在超市里更珍贵一样。 但是,你却没有看到表面的光鲜亮丽之下的东西。 他们生活的花销,他们的身份地位也是水涨船高的。 律师们都住在市中心价格昂贵的公寓里面,开着价格不菲的汽车,穿着昂贵的定制西装和限量版的领带。 你想想,他们要交的俱乐部的会员慈善晚宴的费用,那都要花很多钱的,大家都懂吧? 成为一名成功律师的成本,与律师的收入是成正比的。 大多数职业都是这样的,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你的衣着要符合自己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想要变得富有的话,就不应该只盯着薪水了。 大多数的富豪都根本没有工资,他们有的是公司的所有权,他们不是为顶级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而是拥有一家顶级律师事务所。 世界上最富有的医生并不行医,而是创办了自己的制药公司,拥有自己的诊所。 如果你想要变得富有的话,你就要拥有某些价值会随着时间不断上升的东西。 第五,高风险总是会带来高回报。 很多人会说企业家都是冒险家,其实并不是。 高风险也可能会带来消极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创业就像赌博,十读九书的原因。 企业家的工作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惊心动魄的,其实是恰恰相反。 作为一名企业家,你的工作就是要尽可能地降低风险,降低风险才能够证明你的能力。 游泳是不是冒险取决于你游的有多好? 只要你在泳池里就会有风险,但是并不是人人承受的风险都是相同的。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大多数时候都只能达到自己平常的水平。 风险是一种未知,往往是因为缺乏准备才会产生风险。 你之所以能致富,就是因为你承担了大量的只需要少量金钱的风险。 你之所以能够一直富有下去,是因为你只承担了很少的需要大量金钱的风险。 高风险意味着每一次都要破釜沉舟。 这种策略的问题在于你要一直都是那个天选之子。 幸运之神常伴左右。 你可能第一次很幸运,或者还能幸运个三四次。 但是如果你每一次都破釜沉舟的话,那么只要有一次行差踏错,你就会输得一无所有。 这就跟出轨是一样的,你想着自己永远都不会被抓包,然后出轨一次,没被发现,你就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点天分了,就肆无忌惮起来了。 一犯再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最后总会被抓到,然后落到个鸡飞蛋打的下场,狼狈的净身出户,妻离子散。 高风险能够大赚一笔的其实是很少的。 第六,你要先富起来才能投资。 不完全是这样,不论你收入是什么水平,你都可以投资。 迪士尼的股票一股是100美元,可口可乐是60,富国银行是38。 人们一想到投资,往往就会想到建工厂,建工育楼,挖矿。 但实际上,投资只是一种让你变得更加富有的习惯。 你应该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投资。 这些投资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升值。 同时,还能减轻你生活当中的苦痛。 你只需要不断提升你的收入就可以了。 这样,你能够用于投资的资金自然也会增多。 很多人的现实状况就是,他们很难把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投资。 因为生活中,都是会有很多需要立刻马上解决的急事。 当你的汽车嗡嗡作响,急待一大笔钱维修的时候,当你租金还没交出来的时候,你就很难投资。 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你的收入相比于支出来说太低了。 如果你也是这个情况的话,你要么就是赚得不够多,要么就是你现在的生活方式超出了你的承受范围了。 还有人是这两种情况都有的。 第七,需要用钱来赚钱。 这肯定是假的。 确实,当你有了一些钱的时候,赚钱会更容易一些。 但是,这也并不是什么硬性的要求。 每一个健康的人都可以随时选择用他们的时间来换取金钱。 而你能够用你的时间换取多少金钱,则取决于你的专业水平和你现在能够付出的东西的市场需求。 你对于自己做的事情越是擅长,你能对于自己的服务所收取的价格就越高。 越少人能提供跟你一样的服务,你就越有差异化和竞争力,你的客户就越多。 你愿意付出的时间越多,你赚到的钱就越多。 我们可以以两个同样专业水平的同样价格的理发师为例。 一个人每天工作4小时,可以服务3个客户。 另一个人每天工作12小时,能够服务9个客人。 第二个理发师仅仅在三年之内,就能赚到第一个理发师9年才能赚到的钱。 这两个人的专业水平完全一样,客户也一样。 一个人赚的钱却比另一个人要多上很多。 你往大了看,你其实并不需要有比别人更多的资本,才能在收入上与别人拉开差距。 只要时间充足,谁都能赚钱的。 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也是可以赚钱的。 第八,拿到退税欢天喜地。 当我们看到人们拿回退税时欢天喜地的样子,会感觉特别惊讶。 不光是惊讶于大家的数字概念怎么会这么差, 还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的钱啊。 你原本可以用在你自己身上的,但是现在却没有收取任何利息的就借给政府了。 法律规定你交多少税,你就交多少就好了,多一分钱都不用交的。 税收也是你财富增长过程的一部分,这实际上是非常基本的知识。 你想一想,那些天天抱怨搞不懂税款是怎么回事的人, 他们的财务状况怎么样就明白了。 要知道,每一个富人都是对自己每个季度的财务状况和赋税情况了如指掌的。 第九,钱越多,问题越多。 这也是假的,钱本身并不会给你带来你原来不曾有过的额外的问题。 实话实说,它实际上反而还能解决你从前的大部分问题。 所以这句话准确来说,应该是钱越多会产生新的问题。 因为尽管你要处理的问题数量大致保持不变, 甚至还少了一点,但问题的性质会发生变化。 特殊情况下,问题的严峻程度也会上升。 一文不明的生活很不容易,伴随着一系列特有的问题, 但是你要相信富人是很不容易的。 它会带来一系列截然不同的问题。 但是各有各的难处,你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才行。 因为我们从小出身贫寒,所以我们其实对于自己现在遇到的新的问题是欣然接受的。 我们宁愿选择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不愿意面对最初一无所有的时候所面对的问题。 我们宁愿想办法去激励员工,也不愿意每天坐等自己的工资,看着老板的脸色过日子。 欣然接受你现在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吧,有的人还巴不能跟你异地而处呢。 第十,退休是对于你一生努力工作的奖赏。 当你不能再品尝美食,不能再爬山,不能再随心所欲的生活时,退休还有什么意义呢? 大多数情况下,你工作的工资都把你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把你40年的生命货币化了。 等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已经65岁了,满头白发,大富翩翩,天天对着电脑坐着,整个人都不好了,眼睛又近视又花的。 这时候你才能拿到自己的奖赏,去吧,享受生活去吧。 这时候还有意思吗?你真的想要这样吗? 我们现在就要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会永久性地改变你的现实状况和你对退休的看法。 你准备好了吗?退休并不在于年龄,而在于数字。 我们再重复一次,退休无关年龄,而是一个数字。 一旦你达到了这个数字,你就能退休了。 你在30、40、50、60、70岁的时候都可能会达到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无关你的年龄,就是个数字而已。 你觉得世界上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数字的存在呢? 在这极少数的人当中,你认为有多少人会花时间去弄清楚他们的数字是多少呢? 其实这个数字并不是上亿甚至十亿百亿,就是二乘以你的生活成本而已,是由你的投资产生的。 你能多快地达到那个数字完全取决于你。 你的生活花销包括食物、车油费、衣服和各种会员费用等等,一年为六万美元。 那么你把这些都加在一起,那就是平均五千一个月。 就是说你的数字就是被动收入要达到一万一个月。 如果你的生活花销是一万两千美元一年,那你的数字就是两万一个月。 如果你的生活花销是二十五万一年,那你就该看看自己为什么能花这么多钱了。 但是算法还是一样的,你每个月的被动收入要达到四万一个月。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达到你的数字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这方面用尽全力,投入全部的精力的话, 其实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达到这个数字的方法其实有很多, 每个人只要肯花力气,花精力都是能够学会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 如果你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不知道从哪里学习, 也不知道要怎么学习, 那可以打开我们的播放列表, 我们有着海量的自我成长的内容,等待着你来发掘。 我们从四面八方搜集了大量的信息, 并进行了整理归类, 做成了一个个简短精炼的节目,免费地呈现给你。 还等什么,快来加入我们吧。 第十一,树上是长不出钱来的, 我们会说钱不是白来的, 但是也会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如果你种下了对的种子, 那就可能会长出钱来。 从这个方面来讲, 如果你能够卖掉树上结的果子, 那么钱确实就是长在树上的。 你问问那些投资于农业的人就知道, 你的钱没有从树上长出来, 那也不代表树上就长不出钱来。 树需要的是优良的种子, 肥沃的土壤, 它们需要照料, 阳光, 水源, 营养, 需要防止动物的啃食和害虫的危害, 还需要你时不时地修剪一下枝鸭。 就算你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好, 那你仍然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结出果实。 种树确实件挺难的事情, 我们都需要做什么呢? 你会需要重新评估你的现实, 种下一些种子, 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才行。 第十二, 生命当中最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不全对。 当人们说这种陈词滥调的时候, 他们总是在想, 爱是无私的, 年轻的时候的健康是免费得来的。 但是, 当你把所有这些例子都加入时间这个神奇的变量的时候, 你的实验结果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充满爱的家庭是免费的吧。 但是如果他们其中一个人需要用医疗的手段来维持他们几年的生命, 但是你却负担不起的时候呢? 如果你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话, 那你很难成为一个可爱的人, 因为你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 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的废物。 如果你人生中最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那么你很幸运, 在它需要你付费之前就好好地享受吧。 第十三, 现金为王。 现如今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了, 现金过去确实是王道, 而且这种主导权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就有点泛滥了, 人们就开始抛弃它了。 你可以花点时间思考一下, 如果这位高高在上的王失去了人民注入到其中的权利会如何呢? 金钱已经没那么有价值了, 各个国家都在疯狂地印钱, 从你手中夺走它的价值, 每次他们又大量印钱的时候, 都是一种对你的巧取豪夺, 把价值揣到自己的腰包里。 第十四, 时间就是金钱。 这句话大概率是错误的, 时间就是时间, 金钱就是金钱。 就因为你选择用一个来交换另一个, 并不代表着它们是相同的或者是等价的。 如果我们给你一百万美元, 但你明天就无法醒来了, 你会接受吗? 肯定不会啊。 所以, 明天照常醒来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的价值就超过了一百万美元, 但是谁也不会把这二者相互转换, 对吧? 第十五, 功名利禄,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人去万事空, 当你死去的时候, 一切对你来说都没有意义了, 但是它对你爱的人来说, 却是很重要的。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追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形式的痛苦。 如果你很幸运, 这一生发展得非常好, 那么你的成就确实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但是你可以把它传给你的孙辈, 这样关于你的记忆就会获得永生, 前人栽树后人成粮。 当孙辈们在你种下的树林里嬉笑打闹, 在你买下的一片土地上开心玩耍的时候, 你的财富能够在家族中代代相传的时候, 那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如果死后还能有感知的话, 知道自己是后代们幸福、健康和财富的源泉, 你会不会很开心呢? 财富,无论是物质的还是智慧, 都是会让人类永垂不朽的东西, 或者它至少能够延长我们的生命。 你看看金字塔, 看看科学或艺术上那些突破性的成就, 你就会对人生有新的认识了。 那么你呢? 你觉得身边的人对于金钱有什么样的迷思呢? 有什么是别人深信不疑, 但是你却知道是大错特错的事情呢? 相信你身边肯定有这种盲目自信, 不求甚解的人, 会向你灌输一些这样的看法的。 在评论区中与我们分享吧。 为了感谢你坚持看到了最后, 我们还要给你一些小奖励, 那就是现如今所有的货币, 包含美元都不再那么可靠了。 现如今不管超级大国有多么强大, 都左右不了整个世界的局势, 世界正在发生改变, 曾经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可以依靠政府来维持稳定的经济体系当中。 但是经过了过去五年疫情和各种动荡的洗礼,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体系有多么脆弱。 从各国政府贪得无厌的印钱, 到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 再到各国银行体系的动荡不安。 现如今, 很多国家间的结算都不再使用美元了, 很多国家都在努力地创建一个更加稳定的经济环境, 这些国家内部已经不相信美国能够提供稳定的货币了。 世界瞬息万变, 美元的权利随着大家的印刷货币而被稀释, 世界经济形势不断下行, 导致很多国家都在寻求一条发展的新路。 所以, 不管什么货币, 现如今都是不那么牢靠的。 那么, 什么是更为牢靠的资产, 能够更好地帮助你储存价值呢? 房地产, 艺术品, 股票等等投资, 目前看来是更好的选择。 不管你投资什么, 只要你能跑赢通货膨胀, 那就算是成功的, 不要想着狠捞一笔, 要稳扎稳打才行。 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的投资内容, 那就观看我们的往期节目吧。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堆积机遇, 我们下期再见吧。